大家好,这里是明哥聊太极 我是明哥 今天的教学时间呢 我们继续学习八十五式阳式太极拳的传统套路 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了转身左蹬脚 转身左蹬脚 今天呢 我们学习下一动作 是 左脑西腰部 转身左蹬脚以后 转身左蹬脚以后 左脚自然下落 身体左转 那么左手脑西右掌 从耳上向前推出 左脑西腰部 那么左脑西腰部 接着呢 我们重心后移 左脚尖外撇 身体左转 接着是右脑西腰部 右脑西腰部 然后身体再左右转 右手脑西 左手向后向上 从左耳上向前推出 右手脑西 右腿向前迈步 右脑西腰部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一个左右脑西腰部 就是切在转身左蹬脚的下面 转身左蹬脚 蹬过脚以后自然下落 然后左手脑西腰部 左脑西腰部 然后接着一个右脑西腰部 这个要注意的就是 当你卖腿的时候 我们在卖腿的时候 这个腿落地的时候 不要把两条腿落在一条线上 往这边 落一点 落在右腿就落在右边一点 左脑西腰部就左边一点 这样的人会站得比较稳固 往左落 樓西 这个腿往左落 这样人就稳固 如果你两个腿站在一条线上 人就会 好 好 今天我们就交到这里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节目 下一次我们学会